温蒸過後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一次的沖煮 環環倒入熱水 頓時咖啡香撲筆而來 手沖咖啡幾乎成了精品咖啡必備條件 從咖啡豆以及沖泡方式都能客製化 為了強占咖啡市場 連鎖咖啡業者在101百戶內連開三間門市 除了強調景觀的35樓門市外 一樓方便過路客外帶 新開門市則走精品路線 但價格也跟著比較高昂 價格當然會考量 但是我覺得靠搶自己也是滿重要 我不會care價錢 我會比較喜歡它的品質跟味道 至於另一家台灣本土咖啡店 除了提供精品咖啡 就連服務也跟著多元 新開設的咖啡超市占地百平 因此除了賣咖啡 還販售周邊商品 甚至提供百樣輕食增加營收 摸好的咖啡豆放入3D咖啡機 同一時間就能製作三款不同咖啡 不僅能維持品質 更能節省人力 讓拓展營收與節省成本同時並進 可以用一般 一般市民可以接受範圍以內 還可以做出這樣的品質 它的環境還滿大的 然後單價又不會很高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飲品上面 也覺得喝起來很順 所以還滿常來的 咖啡連商機高達600億元 光是市占率前兩名超商 咖啡一年收就佔了150億元 為了與24小時都能買到咖啡的超商 搶黑金 連鎖咖啡業者 拼展型提供更多元服務 記者稱之分 謝偉以台北報導 對我來的